众所周知 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这力量感十足的一拳 有没有让你想到宇宙该溜子带拿 故事承接上回 在三人小队加入精英胜利队后 随即进行了驾驶战机的模拟训练 为了通过第四队长的评估测试 三人没少下功夫 不过想成为王牌驾驶员谈何容易 最终三人的测试都不及格 为了能从人工智能哈奶那里获取经验 三个憨憨各种讨好哈奶 一番谈心交流后 三人就继续开始了刻苦训练 突然基地警报响起 古代灌兽哥莫拉突然来袭 开始大肆破坏城市 第四队长下达命令后 精英胜利队全体成员立马转为实战状态 奏大驾驶猎鹰号急速出击 与哈奶二驾驶的战机一起空中作战 牵下和龙门负责地面掩护 空中支援与地面人员配合 强大的火力压制了哥莫拉 随后两台战机集中火力 直接射穿了哥莫拉的尾巴 就在众人以为即将胜利之际 斯菲亚突然再次来袭 大量的斯菲亚球体涌进了哥莫拉的身体 强化版的斯菲亚哥莫拉就这样诞生了 就连被切断的尾巴也再次长得出来 只见斯菲亚哥莫拉释放震动波 城市瞬间就被摧毁 受到震动波的影响 胜利对三大王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 随后奏大联系哈乃阿让他来远程操控 自己则召唤出奥特地闪光剑 便伸德凯直接从天而降 冲上前对着哥莫拉开始了无情猛攻 奈何哥莫拉皮糙肉吼 防御满旗 丝毫没有伤害 在哥莫拉压倒性的力量面前 德凯直接被顶翻在地 胜利对立马火力也不过 可无奈力量悬殊太大 德凯明显处于劣势 紧接着哥莫拉再次释放震动波 德凯只好连续翻滚堵 不料德凯皆是挨了一发猛龙白尾 千军一发之际 次元卡核再次绽放出耀眼光芒 强壮型的卡牌出现了 在德凯的指引下 奏大当即将卡片插入闪光剑后进行形态转换 德凯解锁了全新的强壮型态 在自我陶醉秀完身材后 地旁的哥莫拉开始抓狂了 德凯直接一击猛弹冲撞 在力量上强势碾压了对方 随即又是一击重拳 面对哥莫拉的反击 德凯也是剑招拆招 持续输出 紧接着一击上勾拳 打得对方措手不及 德凯没有给哥莫拉喘息的机会 又是一击重拳 将其打退了数百米 愤怒的哥莫拉试图用尾巴攻击 德凯顺势来了个爱的魔力转圈圈 直接借力将其扔了出去 急眼的哥莫拉再次释放震动波 德凯直接一拳就挡住了 最后在护士姐姐的掩护攻击下 德凯使用强壮型必杀 多尔奈特粉碎 将哥莫拉打飞到空中 直接爆炸身亡 这一刻真的有带拿的味道